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对于经济衰退的神预测指标 在过去30年里 但凡出现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低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其后的6个月内基本都出现了经济衰退 在上个月就出现了稀差倒挂 而周四 美国公布了上一季的GDP 折合年率萎缩1.4% 为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入夺负值 预估值是增长1.1% 前值为6.9% 这引起了市场对于美国是否会进入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 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下面这张图 就是踢除了通胀的实际GDP 目前是同比增长3.6% 是在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 当然环比也出现了下降 我们来看美国的实际人均GDP 目前是保持稳定的增长 踢除了通胀的实际人均GDP为59312美元 与上一季基本保持平稳 昨天GDP数据公布之后 大家议论和责备最多的就是贸易逆差 踢除了通胀的实际贸易逆差 再创历史新高 是一季度GDP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美国经济的最大隐忧 在我看来美国经济最大隐忧是消费 同样是昨天出炉的数据 踢除了通胀的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 在持续的减少 而我们看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同比跌幅 甚至还在加大 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第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总体消费增长停滞 同时内容消费品的增长也出现了停滞 在消费方面 目前就只有服务类的消费还在增长 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第二个直接后果是储蓄率的大幅下滑 储蓄总额目前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 个人储蓄率目前已经降到6% 已经接近了历史低位 这当然是疫情之后一个理性的回归 但这会在目前流动性收紧的环境当中 抑制投资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股市投资 其次是公司投资 我们知道2020年到2021年的一个大牛市 其实是由很多散户入市所推动的 而过去25年的增长 依靠的是生产率的提升 生产率的提升依靠什么呢 资本的投入以及技术的投入 以及人才的投入 这在未来几年会变得稀缺和更加昂贵 我们看这两张图 是过去20年 美国平均的年化的生产率的提升 这里依靠的是资本 技术和人才 这里同样变得更加昂贵的是人力资源 昨天公布的 上周初领失业金元数减少了5000人 处于数十年来的历史低位 当然目前隐忧还只是隐忧 当然是依然看好美国的长期经济 不过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关注就是通胀 何时能够见顶 以及关注投资的生产率是否能够在未来一两年之内有所提高 这将是美国走出衰退阴影的核心和关键 而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叫做 消费即将为美国经济衰退拉响警报 今天节目的标题有那么一点点惊悚的味道 不过这个可不是为了博眼球 而是这几天我将这些数据穿在了一起 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细细到来 首先周五 密歇根大学发布了消费者新型指数 这个指数已经逼近了2008年的历史低点 这也意味着消费意愿很可能会大幅缩减 而这个数字距离1980年所创出的历史极值 其实也只有很近的距离 不过这可能跟大家的感受不同啊 美国经济现在很火热呀 公司也在招人 薪资也在上涨 怎么会出现消费意愿指数下降的问题呢 那我们来看 同一天密歇根大学还发布了一个通胀预期 达到了5.4% 这创了30年以来的新高 不过预期归预期 预期还真赶不上实际耶 我们看看三月份的实际CPI是多少 年同比上升8.6% 我想不仅是在美国的朋友 全世界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 这所带来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兜里的钱少了呀 我想肯定有人要纠正Puffin了 不对呀 公司一直在上涨啊 那我就看看 绝大多数的工薪层 他们的工资到底上涨了多少 同时周五公布的数据 劳动力成本 也就是工资 年同比上涨了百分之4.5% 这意味着落后了CPI达到4.1个百分点 这能够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高通胀侵蚀了工资上涨 这也导致了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在持续的减少 这也解释了我那天节目里边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同比跌幅还在加大呢 原因就是高通胀 那么问题来了 高通胀会怎么扭曲消费行为呢 同样是周五的数据给了我们一个视角 就是消费者不得不依靠消费贷款来支持通胀后更为昂贵的消费 那么这种消费在可支配收入缩减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高通胀会导致商品越来越贵 消费者不得不承受更高的债务 同时为了对抗通胀 美联储又不得不加息 加息最终会体现到信用卡和相关的贷款成本继续上升 会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而同时消费者的工资收入上涨 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以及不断增加的利息成本 一个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减少消费支出 控制不必要的消费 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 不过这将导致经济减速 甚至是硬着陆 美国经济会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吗 我们首先从供给端来看 供给端如果能增产 降低CPI 那是最好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非常困难 我们以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汽车为例 我们看销售总额确确实实是在增加 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我们从销量上来看呢 甚至还低于历史均值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供应链非常紧张 使得库存与销量比创了历史新低 结果就是不断提价 推动通胀 那么问题的征结是什么呢 除了进口车辆受足以外 美国自身的产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在减少 汽车行业只是一个典型 美国其他行业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就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供给侧在短时间之内是无法改善的 这个压力就只能推到消费端 结果就只能通过实际收入减少 来倒逼消费减速 进而被迫使经济硬着陆 那么除非今年CPI能够尽快见顶 否则美联储还会更激进的加息 以及释放加息的预期 那么伴随着收入的降低会刺激 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那么经济衰退就会如期而至 当然衰退到底什么时候来 我们不知道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国债利率倒挂了 六个月到一年之后 经济衰退才会到吧 其实近期股市的大跌 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投资人了 想与不想 经济衰退就要来了 除了股市这个风向标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其他数据吗 我觉得至少可以关注三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信用卡的利率 目前信用卡的利率水平保持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如果伴随着加息 这个利率也上去了 那么一定会导致坏账率的上升 那么第二个数据就当然要关注坏账率的变化 目前信用卡的坏账率是处于历史极低值 一旦这个坏账率出现了触底反弹 并且快速提升 那就证明消费出现了大问题 那是一定要引起大家高度的警惕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预测衰退的神指标 美国国债利率倒挂 这个数据周五继续下降 降到了0.18% 如果利率再次出现倒挂 并且长时间的倒挂 那将是衰退到来的另外一个警报 我们今天从国债利率的大涨说起 国债利率大涨是近期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国债利率大涨在经济层面 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循环方面 国债利率的快速上涨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十年期国债利率在盘中曾一度突破3% 也是接近了2018年的高点 可以说十年期国债利率2020年 用一个季度的时间以多大的力度下跌下来 那么今年就以同样的时间 以同样的力度又上涨了上去 那么国债利率大涨 到底对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从企业说起 那么企业融资成本将大幅提升 目前已经体现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上 我们来看 投资级最高评级的企业债券 其融资利率已经平均涨到了4.2% 比年初高了两个百分点 那么新融资和再融资的成本都将上升 我们知道 评级最高级的企业 他们一般都是具有市场影响力 而且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那么通胀的上升以及利率成本的增加 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所体现出来的时间 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但是对于另一类的企业 可能就会更加直接了 那我们来看 投资级最低评级的企业 他们的企业债的利率水平 已经从年初的3%左右 飙升到了本周的5.2% 相比龙头企业 这类企业更多的是行业价格的接受者 利率的快速上升 会很直接的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 那么最直接的就是大幅侵蚀公司的利润 我们知道很多行业 他们的净利润率实际上是不高的 一些传统行业 他们的净利润率一般都只有10%左右 甚至是个位数 这将对这类公司 他们的业绩前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上面谈到这两类公司 他们都还是投资级的公司 都是业绩比较优良的公司 利率上升对他们的影响 也就是日子稍微不太好过一点 利润少一点 还不至于涉及到生存的问题 但是对于资质比较差的企业 同时负债又很高的企业 那么利率的飙升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涉及到生死存亡了 我们来看这类企业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高收益债券的发行者 他们发行的债券也被通常称为垃圾债券 目前这类债券的利率上升是最猛烈的 本周已经突破了7% 而年初的这个水平却只有4% 如果这类企业因为无法再融资 或者融资成本极高 那么他们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从数据上来看 高收益债的利率的水平 升破2019年的8%的高点 应该是非常快就能看到的事情 那么利率升到2020年疫情的11%的水平 应该在今年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我们也非常有可能在今年和明年 见到很多负债非常高的企业 出现倒闭的现象 这我还只是对于企业来说 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更有切伏之痛了 那么目前住房成本实际上是大幅上升 除了房地上升以外 30年期的贷款利率从3%已经涨到了5% 而且今年还会继续上涨 我们知道新户的均价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 我们以40万的贷款计算 那么家庭的年均支付贷款 将从1.2万美元上升到2万美元 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大 但是8000美元对于一个中产可能只有10万收入的家庭来说 就占据了8%的收入 那这样一定会挤占它奇葩方面的消费 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知道经济传导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通常都需要三个月到六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现在的数据上来看 目前的生产订单总额仍然在增加 那么甚至有望在年内达到2014年的历史高点 当然这和通胀有非常大的关系 另外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订单总额我们来看 目前订单总额是处于横盘的阶段 那么在价格上升而订单总额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推断订单的数量是在减少的 另外从汽车订单来看 汽车订单总额也还在横盘阶段 目前汽车的生产总体上量是不足的 美国本土的汽车生产量还略有下降 相对于汽车之前的火热 那么电脑和电子产品的订单 其实就属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而且如果要震荡下行的话 它所带动的相关产业链 比如芯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上周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影片 谈到了美国消费数据 可能正在给美国的经济做出一个预警 而今天我们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经济的负面的连锁反应来看 利率的上升已经在实实在在的侵蚀消费者的收入 并且也在侵蚀企业的利润 那么从芝加哥联储局昨天公布的一个 衰退的前瞻指标 也就是BBK领先指标来看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所可能引发的衰退 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早 来得更快 BBK指标 它会度量目前经济与实际GDP趋势的偏离程度 而目前的偏离程度的标准差达到了1.5 是新冠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而之前出现类似情况的是2011年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年的情况 当年是经济停滞 但是有一个利好因素就是利率是很低的 企业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去调整他们的经营以及管理 从而提升他们的效益 但是如果滞胀到来 那么对于企业管理者 以及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来说 他们所能够调整的空间就非常非常有限了 这也是大家极力避免出现滞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左谈的智障还没有那么快 就马上出现在大家面前 Puffin也会及时跟进美国发布的相关数据 跟大家做及时的更新与讨论 我们来看昨天美国公布的就业和银行业的数据 首先非农就业人口 4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42.8万人 高于预期的40万人 而平均小时收入同比增长了5.5% 之前我们谈过 这个数字仍然大大低于目前的通胀水平 也就意味着实际工资目前是负增长的 昨天公布的失业率的水平 4月份仍然维持在3.6%不变 目前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的区域 而劳动的参与率 4月份上升到62.2% 目前是在一个小幅的爬坡的阶段 不过仍然低于疫情前一个百分点 总体上来看 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相当健康的 而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也是相当明显的 劳动参与度不高 造成劳动力的供给一直存在问题 劳动力供给不足 造成工资增长 而工资增长却赶不上快速推升的通胀 如果快速上涨的工资和高的通胀 都不能推动劳动力进入市场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来接着看美国银行业的相关数据 美国银行业昨天公布的数据 4月底 银行业的总资产达到了22.6万亿美元 年同米增长5.5% 月环米增长0.1% 昨天我们使用过这张图 说明银行体系内部过剩的流动性正在减少 因为他们将在美联储的法定准备 和超额准备金 正在向其他能产生高期的资产进行转移 从商银行运行的角度 这实际上可以增加他们的收益 我们再来看银行体系的现金 同样是在大幅度的减少 当然一方面可以说明银行体系 富裕流动性在减少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 商银行正在将他们的低息资产 向高期资产转移 以赚取更多的收入 提高银行运行的效率 我们进一步看银行的贷款和租赁资产的增长情况 4月底银行的贷款达到了11.12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7.4% 月环比增长0.1% 我们继续来看细项的分类 那么工商业贷款目前有奇稳反弹的迹象 这是3月底的数据 我们之前有聊过 3月底工商业贷款是年同比下降了2.6% 但是月环比上涨了1.6% 而房地产贷款方面 同样是3月底的数据 年同比上涨4.8% 月环比则上涨了0.7% 是高于2分的0.5%的 而增长最快的则是消费者信贷 那么截至4月27日的数据 消费者信贷年同比上涨了16.8% 而周环比则上涨了0.5% 可以说是在快速的上涨 与这项对应的是 信用卡的坏张率的水平 则处于历史的最低位 这张图我们之前也已经讨论过 当然目前是有拐头向上的趋势的 我们下面从更广一点的角度去看 也就是贷款的总体的坏张率 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目前坏张率是处于历史的最低位 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而极低的坏张率在历史上 其实并不是常态 目前是随时有可能拐头向上的 熟悉判飞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光提一种可能性 而并没有一个观察的数据的话 那这种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关注什么呢 我们可以关注同样是目前处于历史最高位的银行存款的变化 目前无论是劳动参与度不高 还是会账率都很低 都与企业和个人拥有大量的现金 有大量的储蓄有关 那么这些现金和储蓄 其实就是银行里的存款 那我们看 截止到4月底 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达到了18.14万美元 年同比增长6.3% 周环比的增长了0.3% 一旦存款的数据出现了拐点 那我们距离坏账的拐点也就不远了 我们来看美国昨天公布的几个重要数据 首先PPI 由于能源和食品成本下降 美国PPI的上涨在4月份稍有缓解 但生产者层面的通胀仍然接近历史新高 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 通常反映经济中供应状况的PPI指数 进季节性调整后 4月份环比增长了0.5% 这一增幅较3月份修正后的1.6%有所放缓 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能源价格飙升 推升了3月份的增幅 4月份的增长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 但是高于疫情前两年的平均月增长率0.2% 4月份PPI较上一年同期上涨11% 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较上月向上修正后的11.5%增幅有所放缓 3月份的增幅是202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PPI目前整体的趋势表明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 由政府刺激计划推动的强劲需求 造成悲响紧张的供应链面对着通胀压力 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能源和大东商品价格上涨 以及中国的大面积新冠管控措施 使这一态势变得更加恶化 而上周 美国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连续第二周上升 但仍然接近于历史低点 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仍整体很紧张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 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增加了1000人 达到了20.3万人 高于前一周修正后的20.2万人 不过 今年申请事业救济金人数 接近196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而截至4月30日的一周 持续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从一周前的水平降至130万 这是1970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高收益债市场的情况 那么股市下跌的冲击波 正在蔓延到垃圾债券 导致价格暴跌并迫使一些公司 取消新的交易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周一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平均价格 跌到了91美分左右 而正常的面值应该是1美元 为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时是冠病大流行 导致全球经济受到冲击 目前抛售对信用等级低于投资级 且报告收益不佳的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 而这些公司多半都是中小企业 这也使得一些为资本投资 收购和再融资募集新资金 变得更为困难和昂贵 那么目前融资成本高昂 以及高收益债券 也就是垃圾债券市场的巨大波动 将使得前两年在疫情期间 在利率极低时 融资的企业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以及因为无法获得新的融资 而面临现金流断裂 甚至破产的危险 这一现象将在未来一年逐步的显现和突出 也将是导致新的经济衰退的导火索之一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 可以让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去理解 通胀及其在经济中的传导 我们首先来看进口价格指数 进口价格指数目前是一直在高位运行 但是并没有创出新高 没有突破2008年所创出的历史高点 目前年化同比是上涨了12% 这个比率确实也不低 不过进口价格指数在环比上目前增长为零 也就是有明显的缓解的迹象 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而我们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 也确实是在上升 而且在年内也有可能会突破2012年的高点 不过如果我们详细看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 其年同比增长只有不到%5 也就意味着美国目前如此高的通胀 其主要的问题并不来源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 那么也就会自然引出下一个问题 美国降低中国产品的关税对美国通胀确实有用吗 这个话题我们先留在这 有时间我们慢慢展开聊 那么我们看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 月环比目前增长只有0.2% 也是趋于缓和的 我们来看美国出口价格指数 美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涨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明显快于进口价格指数的 而美国出口价格指数年同比是增长了18% 刷新了历史新高 一方面是美国进口价格指数上涨年化12% 一方面是美国出口价格指数年化同比增长18% 这就说明了美国自身的问题目前也在加剧通胀 我们看美国出口价格指数月环比是上涨的0.6% 也明显高于进口价格指数的月度环比增长额度 而美国自身主要的问题 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紧张 另一方面是供应链的问题 二者当然也是销户影响 这是从进出口的角度去看通胀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是周五发布的数据 房地产目前的贷款总额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四个月的时间 30年期的房屋贷款利率从3%增长到了5% 在利率如此快速上升的背景下会发生什么呢 同样是周五的数据 房屋可负担指数快速下滑 这个指数如果是100的话 说明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 其收入刚好可以负担起一套中等价格的房屋 我们看房屋可负担指数 在过去的五个月时间里边 已经从145降到了125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降的话 那么在年内这个指数就会降到100左右 那就意味着很多民众将负担不起房屋 另外两个数据也告诉了我们相似的结论 一个是消费者贷款再创历史新高 并且也创下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上涨幅度 这意味着很多民众已经不得不依靠信用卡贷款 来去满足他们的消费 而这也在商业银行存款这个数据上得到了印证 商业银行存款已经连续四周下降 四周累计下降了1290亿美元 降幅达到了0.7% 虽然这个数据总体上的降幅并不大 但是在目前驱杠杆以及美联储快速的缩表的状态下 存款数据的持续下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Puffin做过一期节目 是关于商业银行存款的变动 如何能够看出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 而目前这个数据在过去四周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周四表示 该机构编转的美国领先经济指标 4月下降0.3%至119.2% 3月份的修正值为增长0.1% 这是该指标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降 这也给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蒙上了一层阴影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还预计 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3% 我们继续看昨天公布的乘乌销售的相关数据 4月份乘乌销售560万套 距今年高峰已经减少约80万套 那么乘乌销售量的大幅度下降 是供不应求还是需求萎缩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数据 乘乌的供应量4月份库存是103万套 较年初已经快速回弹 而年初时这个数据还只有低于90万套 与之相对应的是 乘乌的可供应月数现在在快速的回升 4月份为2.2个月已经接近均值 而年初仅为1.6个月 我们从乘乌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 乘乌之前供不应求的局面 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缓解 不过乘乌在4月份的价格仍然在上涨 乘乌的中间价已经突破了39万美元每套 而乘乌价格上涨的幅度是逐渐趋缓的 4月份月环比房价上涨了4.4% 而3月份为4.3% 从供给的变化以及目前乘乌价格上涨幅度的放缓 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房价的拐点将至 我们再看昨天公布的网购零售相关的数据 网购零售额保持增长 第一季达到了2500亿美元的总销售额 但是网购的销售风光不在 首先我们看网购的年化增长率大幅下降 目前已经在均值以下 而环比的增长更是不容乐观 年内已经出现了月环比的负增长 而更让人忧心的是 网购占零售的比重正在逐年的下降 目前已经从2020年的高峰时接近17% 下降到了目前低于15% 网购的逆方还将持续 昨天还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首先是行车里程 该数据显示目前经济活动以及物流 已经逐步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状态 另外就是昨天公布的初领失业金人数 上周的数据虽然有所上升 不过我们看四周平均值 目前维持在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止到4月底 美国银行业的存款达到了18.14万美元 年同比增长6.3% 周环比增长0.3% Puffin当时有过一个推论 就是一旦存款的数据出现了拐点 那我们距离坏账的拐点也就不远了 而上周五 美国公布的银行业数据 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这个数字的拐点来了 还有让人更忧心的数字 预示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 恐怕真不是喊狼来了 而是狼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周五发布的银行业相关数据 首先银行现金资产持续减少 目前银行现金的资产已经连续6个月下降 上周更是周环比下降了3.4% 显示金融体系的银根进一步缩紧 而我们看银行业的贷款情况 目前企业贷款在加速上涨 我们看企业贷款上周周环比上涨1.4% 显示企业的流动性在减少 在加息的环境下也被迫要增加融资 我们看信用卡的贷款 目前是保持着快速的上涨 上周周环比上涨0.4% 显示居民的现金在减少 对信用卡的贷款需求在增加 而我们从更大范围来看 消费者贷款整体的增速则更高 上周周环比增加了1.9% 显示目前居民正在加速加杠杆 不过从贷款的整体不良率来看 最近几个季度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第一季度只有1.24%的不良率 低于之前的本质1.31% 是相当健康的 而且是低于均值的 不过低于均值也就意味着 这个现象是不正常和不可持续的 Puffin在5月7日那期节目当中 也和大家聊过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贷款不良率的变化 一旦贷款不良率的数值出现了触底反弹 并且快速的向上跃升 由于贷款不良率的反应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所以届时经济增长的放缓 以及衰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 从周五公布的数据来看 贷款整体不良率仍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而且并没有出现拐点 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也处于历史很低的水平 第一季度只有1.06% 低于上季度的1.12% 企业经营目前总体上是非常健康的 不过上周五公布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 这个数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已经持续一年上升 并且近期有加速上升的趋势 第一季度 信用卡的贷款不良率达到了1.73% 高于之前三个季度的1.63% 1.54%和1.18% 这显示过去一年多的高通胀 已经开始侵蚀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开始令他们的财务状况发生弱化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消费 从而拖累经济 从消费贷款不良率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佐证 第一季度 消费贷款不良率为1.64% 略高于上个季度的1.63% 虽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 但是触底反弹的迹象已经很明显 另外 我们来看银行存款 目前已经连续四周下跌 上周下跌了0.4% 高于之前一周下跌的0.2% 从上面的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到 消费者信贷总额增加 坏账率上升 银行体系存款减少 这一系列的数据结合在一起 明确地说明 依靠信用扩张的消费 目前正在支撑经济 不过这个支柱已经不稳了 在高通胀造成实际收入减少的情况下 对于消费的拖累将逐渐显现 并且一旦形成趋势 将是旷入持久的 由消费下滑引起的美国经济减速 甚至是衰退 这匹狼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看5月26日 美国政府公布的经修正后的GDP数字 第一季度 美国经济按年萎缩1.5% 而不是最初估计的萎缩1.4%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收缩夸大了经济的放缓 不过我们看记录的环比 GDP的记录增速确实是在下降 经济萎缩主要源于创纪录的贸易逆差 因消费者打开钱包购买外国商品 而实际上 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被上修至增长3.1% 高于此前预期的2.7% GDP下修的主要原因是疲软的库存和家庭投资 我们回头看美国的贸易逆差 美国的进口确实是创纪录的高 无论是金额还是增速 同时美国的出口也是创纪录的高 当然只是还不及进口的金额和增速 同时展望未来 有经济学家预测 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将增长2%左右 在一项新的调查数据中 第一季度企业利润下降了2.3% 是五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 前一季度为增长0.7%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2.5% 向前一季度为增长中